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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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好,我們是個人式行動小冷氣 因為住在海邊天氣比較悶熱 在讀書的時候會常常需要用冷氣 剛好有看到身旁的電腦 想到學校上課,CPU圖源高速運轉 會產生高熱量的散熱要求 高階型剛好上會設計水循環或熱導管來散熱 提升散熱效果 之後和老師討論決定用置冷晶片和產生溫度梯度 結合電腦散熱模組來設計 根據我們小組的討論與分析 室源上有分成兩種 第一種是水冷散 這種產品強調保濕 第二種是移動式冷氣 它強調的是置冷效果以及除濕 然而冷氣體會用到壓縮器以及冷煤 壓縮器是主要耗電的運動元件 冷煤則是破壞地球臭氧層的元凶 市面上的冷氣是用220伏特電壓插頭 而我們提供四點 第一點是我們使用110伏特電壓插頭 方便使用者在有電的地方幾插幾用 第二點我們使用不使用壓縮器 而使用自冷晶片確保節能 第三點我們提供個人空間0.3平 這樣的大小剛好夠用 更符合節能的議題 第四點是最重要的 我們要慫冷煤 不慫冷煤代表減少環境污染 根據我們討論設計可以分成 自冷核心與散熱裝置設計 冷空氣出口和這兩個機構組合來設計 自冷晶片主要用於小體積 無動件、低噪音、精確控溫等 常用於旅館的小指數冰箱 無震動的紅酒櫃 自冷晶片兩端會講真溫差 前程溫度、梯度 我們利用熱空氣向上、熱空氣向下的原理 我們的冷氣眼鏡分成三個版本 而這是我們的第三版 第一版的冷氣 我們是選用這個鋁架來當機體 上方是無風扇的水循環、熱導管、散熱器 中間是這個自冷晶片 而下面是這個漆片風扇 我們用熱電耳測冷風溫度 在室溫32度的環境下 距於出風口、10公分處、10側 不管是形容電源或110伏側4電供電 開機5分鐘後 溫度即可降至25到26度之間 但我們認為這樣的自冷效率仍需改良 於是就有了第二版 二版修改了上方的這個散熱模組設計 增加了這個風扇和這個冷風槍 風扇是加速排熱 冷風槍則是將機體附近的空氣吸入 我們經過實測後 當環境溫度為28度時 距於出風口20公分 冷風溫度大約為21度 不過由於增設了兩個散熱風扇 導致功率小的行動電源無法啟動風扇 因此二版我們刪除了USB的功能 以110伏特試電為供電方式 然而第三版增加了這個負一支產生器 和超音波物化器 那我們這個冷氣除了有降溫功能外 還會伴隨著清淨空氣的功能 而第二版測試時發現智能模組 運作和一般冷氣一樣會產生冷凝水 所以我們決定加裝超音波物化器 將水物化帶走空氣排出熱量 另外又多加裝了負離子產生器 和臭氧產生器 我們針對負離子產生器來做實驗 在上網查詢市售熱銷的隨身型負離子穿戴裝置 產品規格書指寫 口鼻處負離子產生每立方公分200萬個 但沒有說明距離5、10、15、20公分處有多少負離子 所以我們分別測量0、5、10、15、20公分 在距離5公分處測得每立方公分355萬個 相較於市售隨身型產品 勝出約1.5倍濃度 在開機近30分鐘後 在距離30公分處測得負離子每立方公分680萬個 因此我們認為增加負離子產生器 可以達成空氣淨化效果 超音波物化器主要是回收空氣產生的冷凝水 並且過濾塵埃帶走熱量 水的氣化熱約每克540卡 若在室溫20度約每克585卡 因此50ml的水可帶走熱量29250卡 冷凝水物化也有助於過濾塵埃 挫揚產生器以極強的氧化作用 讓微生物發生化學變化 產生不可逆轉變化和死亡 達到殺菌的效果 謝謝評審,我們的介紹到此結束 謝謝評審,我們的介紹到此結束